蝴蝶由台灣 作者蕭文欣 小蝴蝶撿到了一張地圖 準備去旅遊台灣 小蝴蝶到了故宮 他覺得那裡的風景很美麗 晚上時他找了一棵樹在上面睡覺 天裡一亮 他又繼續趕路了 小蝴蝶他去到了阿里山 他看到了小火車 他覺得很開心 到了晚上他找到了一棵櫻花樹 在上面睡了起來 一早起來他發現前面有一隻小蝴蝶 小蝴蝶和另外一隻小蝴蝶做了朋友 因為天黑了 所以在那隻小蝴蝶叫住起來 一早起來 小蝴蝶帶著另外一隻小蝴蝶出去了 他們搭上了一輛陌生的車子 他帶著另外一隻小蝴蝶到了高雄看風景 之後他們又去了海邊玩 玩得很開心 最後他和那隻小蝴蝶過著快樂的生活 我的故事說完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